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歡迎閣下來臨10號茶餐廳 你好,請問想點什麼菜呢? 我們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適應服務 在這裡找不到 這裡裝修很漂亮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環境 在這裡…都找不到 焗豬扒飯、肉醬意粉、封砂雞翼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裡更加找不到 什麼都沒有的 這間什麼茶餐廳來的 是10號茶餐廳,小姐 那這裡究竟有些什麼呢? 問得好 這裡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和我阿傑哥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事 還有最新潮流趨勢 科技薪資和很多生活實用小貼士 總之信息一羅羅 保證你滿了而歸 這麼棒的茶餐廳 在哪裡?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就可以收聽到 肥龍 阿傑哥 10號茶餐廳 一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出門跟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電影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好 來吧 今個星期天地有正氣 我們三個繼續跟大家講講 今個星期有什麼好戲 或者我們看了什麼戲 今個星期在北美 有三套wide release的電影 第一套 我們也有少少爛頭 湯佬又拍戲了 不過又不是MI 另外一個品牌的電影 之前拍了一集 又不見他特別收得 但又出了第二集 就是Jack Richard的第二集 叫Never Go Back 看了那個 trailer 仍然都是 我保持我上次的觀感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 你是不是看了 你說什麼 Jack Richard 第一集 在戲院看 OK 看完我就說 毫無特別可言 OK 是啊 又不見他特別收得 又不是說 好幾億的票房 那麼誇張 都是好像收得 接近一億左右 在北美 對 有沒有一億我也不記得 夠了 夠了 哈哈 Tom Goose 也有三千萬片籌 還有七千萬六袋 有一億就是 還有製作費 還有製作費 那些很少的製作費 每個人都是進去看 不是的 製作費都不少 是禮拜賽 來的 Anyways 如果對Jack Richard 這個角色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看 喜歡一些 勇探片 或者警匪片 就看吧 我想不會特別有些很驚喜的事情 不過 看這部影片 就會覺得 保持上一集的水準 不過不失 如果你喜歡這類電影 即管又有多餘的錢 多餘的時間 那就過了 好 另外一套 就叫做 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 OK 那 這部影片挺有趣的 是一套笑片 又是那個人 他好像不久才上一套 Couples 你是說那套 Neighbors 是Neighbors那套 又上 那麼密 這次也是說鄰居 不過 唯一不同的是 上次 他拍的那套 Neighbors 就是 就是 說那個鄰居 是很變態 他想辦法怎樣弄走 他 這次有些不同的 就是 他們發現他的鄰居 就 有點怪怪的 於是 他真的想辦法 走進去查 發現那個鄰居 咦 為什麼這麼奇怪 裡面有很多 機密檔案 有些 導彈的檔案 然後有些槍械 就以為他們去造世界 怎麼知道 整整整整整 似乎 他就是 那套鄰居 應該是 那些 Undercover的警察 還是特務 那 結果 這對夫婦 就捲了進去 一宗 很龐大的 警匪 鬥爭 裡面 多了很多 Action 多了很多 瘋 那 有些 新的Idea 我覺得他有一點 又不是 很突出的Idea 不過 我覺得 不同之前的Formula 我覺得 至少 我覺得 很划算 他假裝 人家很流行 警匪片 沖到玻璃裡 你要走 每個人都很輕鬆 爆開玻璃 可以走 那他就做不到 一撞到玻璃裡 就躺下 那 我覺得這套 反而 這個Idea 挺有趣 是啊 OK 有一點點 慶智 如果有時間 真的很有慶智 我覺得 不用用腦 笑餐飽 比Jack Reacher 好 Jack Reacher 你想用腦去看 很難的 如果他真是特務 那麼容易 讓你看到這些文件 喔 那 Jack Reacher 也不用用腦去看 Jack Reacher 你想以為用腦去看 誰知道 進場都是不太用腦 沒有人會以為 要用腦去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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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萬聖節 怎麼都要有恐怖片 配合一下 只有一套 認節 對 我又覺得奇怪 只有一套 這套 就叫做 Origin of Evil 都未到 近 通常的期近 就有多東西出的 對 那就是 對 但真的 比較少 恐怖片只有這一套 這套 反而弄到笑片來享受 對吧 那恐怖片 Uiji 其實 Uiji 我都不知道 Ouija 其實有幾分次 我們中國人玩的碟仙 不過他就不是用碟 就用那個 Uija 的腳盤 對 那有一塊鏡在中間 有些字 招魂 然後去玩的一些 總之 那類的遊戲 碟仙那類的遊戲 那 結果 那些鬼就上了一個女生身 然後 就 很多恐怖的事件在那間屋裡發生 圍繞他家人和朋友都開始 陸陸續續地 體驗到那些恐怖的氣氛 那所以 喜歡鬼片的朋友 就選這套 那其實 用 Uija 還是 Uiji 這個遊戲做題材 好像之前 不知去年 還是幾個月前 都有一套 但是我忘記了 不知道 不肯定這套是否續集 那 要再 多看一點 Anyways 三套 戰言不同類型的電影 那 那 講一下這個星期大家看什麼 我可以先說 我沒有看電影 我反而看了一套動畫 那 為什麼會看這套動畫呢 這套動畫是講籃球的 日本的高中籃球的 什麼 一講日本高中籃球 藍而當入津 對 很多人就會馬上想起這套Slam Dunk 但是 不是Slam Dunk 因為Slam Dunk 已經是一套很舊的動畫 對 那 如果說 可能有些朋友 讓我看到 冷門的一套 叫Dear Boys 都不是 那這套 是比較新的 其實已經 2015年上的最新一季 其實它從2012年開始出的 這套動畫叫做黑子的籃球 日文叫做黑子的籃球 黑子之籃球 其實為什麼我會看這套的日本動畫 我還沒看完 因為它三季每季25集 都挺長的 我已經看到第三季了 分開不同時間 這樣看 因為它的男主角有趣 還在做的嗎 做完的了 但是 故事的男主角有趣 因為它的故事 一開始就說 在初中籃球 有一隊超級厲害的 超級了 超級了 連續三年贏了全國冠軍 在那隊籃球隊裡面的主將們 叫做奇蹟之世代 有五個超級厲害的 其實還有一個 男主角就是第六個 即是那個叫做幻之第六人 好笑的 即是說 他在這隊冠軍隊很厲害 但是他們結果 這六個人都分道揚鑣 去到不同的高中 即是因為某些原因 留給大家自己看 有興趣的話 那麼 這個男子呢 雖然他在這隊球 那你想他是不是很好球呢 我會說 他是一個不懂打籃球的人 但是他在這隊那麼厲害的隊 裡面 又幫這隊球 去贏了很多分 那 他的特徵是 即是 特場是什麼呢 他 帶球 就會被人拍掉 扭球 扭不過人的 射球 就是永無準的 一定不入 那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 那麼厲害呢 是因為他 做到一個叫做 有到效果 令到別人以為他不在場上 於是他走動 有靈活 很自由 而且他的絕技就是 完全 不需要拿著那個球 就即時可以 pass到那個球 即是根本上 他是在一些很奇怪的位置 然後 一手把球 人家傳給他那個位置 他就撥了去 傳送給別人 就令到你出奇不已 那 令到對方 即是有些措手不及的 就來 拿了很多分 那 故事就是這樣展開了 那 就進了一個籃球隊 那 跟著就當然啦 是講 男主角那一隊 他們 那一隊呢 有一個在美國回來的 呃 球員呢 就加入了他那隊學校那隊 那隊 那 然後就開始講他 怎樣去挑戰去打 然後 他遇到的敵人 就大部分 當然 著墨重的 都是 這奇蹟之世代裏面 有人在那隊 那隊 那些比賽 呃 那個故事 展開的時候是有趣的 就吸引了我去看的 但是我會說呢 如果你真的想看這套動畫的話 你要有心理準備先 呃 第一就是 不要用正常的籃球知識去看這套動畫 你是會罵到七彩的 因為你會覺得他很低能的 他都是那些日本很熱血式的動畫 還有他很重這個遊戲機成份 就是呢 那些主角們呢 是有些很不尋常的能力的 你會覺得呢 沒有可能的 如果有這些能力的話 其實他去到哪裏 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甚至NBA 都沒有人夠去打的 那 即是說 那五個 很厲害的五個人 有些什麼特技呢 有一個呢 就 好像野獸般的 狂拿分的 即是那些動作呢 是超流暢 你根本上 是記錄不到他的 另一個呢 他的射球範圍呢 即是你猜一下他的射球範圍在哪裏 即是你猜一下他的射球範圍在哪裏 怎麼猜一下 三分球 三分球 是對面 對面 他射球的範圍是全長 即是他拿到球一起手 就入硬了 入球率是百分之一百 你想想 有這些技能 你是不是NBA都贏硬了 然後 有一個呢 就兩米多這麼高呢 他的防守範圍呢 無論你是 總之三分線以內 任何球都射不入的 他可以令到對手是零分 這樣 還有他在藍底呢 搶藍板啊 射球呢 都因為被人 被人特別高 又 體態比較大件 就 很高攻擊力的 另外一個更好笑 他就擁有那個叫什麼 帝王之眼呢 他可以預測你的行動 令到你呢 失去平衡力 你會躺下 然後喝他射球的 哈哈 即是面對這樣的對手 那然後 有一個就 模仿力超高的 看到你做過一次呢 就他可以做完你的絕招了 那麼他就可以模仿了 他有一個超級特技 就是模仿了 這個 即是 這五個敬人 即是這 那四個剛才我說的敬人的特技 他可以模仿了 不過問題是 他要花很大的體力去模仿 所以他只能模仿幾分鐘 一場球 總之就是 你會看到是超能力對決 這個籃球 那 即是你會覺得是 是會 好像 看一些很熱血的 即是 其實等於你看足球小將 你看到那些超級絕招射球 都是一樣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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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看 那些對決 永遠都是一分之差的 上落 去贏球 或者輸球 那 我想 動畫 你想畫到怎樣都可以 當然 還有 日本的動畫 真的 無可否認 創意 是很大的 即是 日本人畫動畫 是啊 總之 嗯 上網 其實是找得到 這套動畫 有中文字幕的 那 也 挺有趣的 就是講那個男主角 因為 我一開始就是看 一個這麼廢的人 射球射不到 帶球射不到 他怎麼可以打籃球呢 但是 自從 Michael Jordan 退役之後 我覺得 就是籃球的熱潮 過去了 我自己本身就沒有再看NBA 哈哈 沒有Michael Jordan 看就 不是的 有些新生代的 都打得很好的 現在的青年都好像不打籃球 每個人都做了責籃 那你之後又出了幾個 有什麼Kobe Bryant 那些都很好球的 但是MJ是特別厲害 不是的 但是那個熱潮好像減退了 沒有當年的風景 可能對華人圈子 可能是有這樣的影響 但是 我想對於西方的文化 影響都還沒有算大的 但anyways 我覺得有趣 故事展開是有趣的 那 雖然說的東西很不合理 很多範博的位置 譬如 男主角有些 即是後來新練了一些絕招 譬如 他可以隱形 突然消失了 扭過了你 或者消失的射球 即是他有些解釋 是不太合理的 不過算了 你會看到很熱血的 那就可以了 即是看得開心 看得熱血的 那就可以了 那我就是主力都是看的 還有 都是 來不中 有時候come across 在youtube看到一些舊電影 又 禁來 有時候一邊工作 一邊半看半聽 最搞笑的就是 come across 其實又不是今個禮拜 上個禮拜看了一套 我跟村文都說過的 我看了一套 一九七幾年的老夫子 有喬恆叔 不過喬恆叔是客串的 只是這樣出一兩幕 那就是 那就是矮冬瓜 但又不是高老全的 那套老夫子 OK 矮冬瓜 是不是那個矮冬瓜 是那個矮冬瓜 即是他做回大番薯 高老全有誰可以做 還有一個 我印象中還有一個 高高的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是幾年了 七幾年 1974年 我都忘記了 OK 你看到老夫子 你都不期望他很重的故事 但是 結果他也有個故事性 一直有些 即旁枝的故事 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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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對 是啊 是啊 聰明上網找到 那個叫什麼名字 我還沒看到這個人 叫什麼名字 有些少許是梁天 好像是梁天 梁天 好矮的 梁天 都OK 梁天 有張英 樑天 翔弘 對 這套老夫子 挺有趣的 梁天 對 這套就這樣叫老夫子 OK 對 在YouTube有的 大家可以到網上去找 你會看到很多 七十年代香港的情懷 你看這套戲的時候 有多懷念 或者我說兩道比較新一些 還有落地一些 剛才你那些是卡通片 卡通片比較虛幻 超現實 兩道比較現實 這兩道是一文一武 文氣就叫做幸運是我 如果大家有留意 這些影圈消息都知道 這部電影主要的演員就是 韋英雄 韋英雄今次 即是不是今次 即是他很久都沒有打 現在轉為演技派 前幾年拿了影核 現在成為香港小友的 以演技為賣檢的明星 好 這裏幸運是我 他跟他拍檔的那個 叫做陳家駱 聰明知不知道這個演員 陳家駱 陳家駱 陳家駱是哪位 沒聽過 看他的樣子 但看他的樣子好像很熟悉 可能在其他電影也有演出過 這次是擔桿主演 主要就是他們兩個 我看完這部電影最大的感覺就是 他覺得他好像陶姐那類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都是說一些生活上的事情 主要是說兩個人的關係 這兩個人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陳家駱本身就是一個 又不是廢青 他本身有工作的 但是通常那些工是做不長的 我想由於他的外型 他是金毛 又整個好像那些憤怒青年 所以做什麼工都做不長 他是做廚房的 做廚房 但是又做不到高級的那隻 那 他是一個普通的青年 被老闆炒了魷魚 又失戀的嘛 傷失 傷失青年 有一天在街 真的在街 遇到魏英雄 魏英雄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過氣歌星來 他年輕的時候是唱歌的 在那些酒廊夜總會唱歌的 年紀大了 唱不到歌 自己獨居 獨居 其實看他的樣子 又不是很老 但是他做到好像很老 因為他有 他有 老人痴呆症 現在叫做 老退化症 老退化症 或者是智障 不是智障 是記憶 不是 他有另一個名字 老人痴呆症 在記憶方面就有問題 所以周時會說一些無厘的事情 或者只記得以前的事情 又不記得身邊的事情 好了 他遇到他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事發生的 只不過陳家樂 就沒有錢交租 被人趕了出來 遇到魏英雄 魏英雄有層舊樓 自己住一層舊樓 有些地方 收留了他 收留了他 主要是說他們兩個人的關係 頭頭就互相排斥 或者是大家在生活上 有不同的習慣 這類的事情 到最後當然是互相包容 或者到最後陳家樂 都是覺得魏英雄 都是值得 值得 他照顧 就是產生了感情 最主要 所以整部電影 我感覺 那個電影感 就不是很強 好像在看《獅子山下》 那些劇集 算不算是亡年亂 不是亂的 一定不亂 就是純粹有了感情 因為他知道他有病 所以產生了同情心 到最後 魏英雄當然是 覺得這個年輕人都很好 肯照顧他 就把房子給了他 其實沒有什麼廣告 即是故事 故事 沒有太多說 但是我覺得 這套戲 比我預期中好 好的意思就是 他都拍得出那種感人 那種氣氛 還有他們把他們兩個人 那個相處的感情轉變 他都拍得很好 通過很多不同的場景 或者不同的情節 表達出來 是很圓滑 而且你很接受 不是硬來的 不是突然間轉變 另一方面 這套戲 他都是 主題正確 他說陳家樂 最後 他走去做義工 即是去那些社區中心 因為他懂得煮菜 幫那些社區中心 煮菜 做義工 拍攝 這裏都帶出了 所以他說 其實這個世界都有 都有很多熱心的人 即是不計較 不計較任何東西都去幫人 其中 其中這裏有一個角色 很有趣 就是 哪個 我經常不記得他的名字 張繼聰 張繼聰大家知道他的外型 外型很奇怪 他又不是說很奸 但是很奇怪 樣子 又周身紋身 他也是在主食中心做 他也是做廚師 他的出現 其實是一個點絕 但是 亦都表現了 很多人 你不可以單憑他的外型 來判斷他 那 Anyway 這裏都是一套 值得鼓勵的電影 他拍 他也是有一個所謂 想 表現這個社會好的一面 電影 正能量 大家如果想欣賞 魏英雄的演技 或者是想看一些比較舒服的戲 可以拿來看 他是國語還是語語的 香港 陳家樂是香港演員嗎 應該是的 你看他的神態 應該是香港人 不像是大陸人 陳家樂 是否歌星出生 看他的樣子就像 我也沒聽過 有個歌手叫陳家樂 另外一套是武打的 這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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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開頭呢 我又不是那麼 偽成的嘛 不是那麼期待他的 但是看起來呢 又不是那麼差的 陳牧勝嘛 古天樂的街 是陳牧勝的 偽成 偽成呢 其實是男人戲來的 因為整套戲都是四個男人 當然他有些女角 但是那些女角都是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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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主要就是四個男人 那四個男人是哪四個呢 就是劉青群啦 古天樂啦 還有什麼,很能打的,彭于硬,彭于硬和吴京 聽這些男人都想到那個故事劇情是什麼 彭于硬和吴京當然是打到沒有影 古天樂,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他扮奸 全場只有他一個奸,而且他那種奸不是大奸大惡 他很神經質的殺人狂,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一個大帥,一個軍閥的兒子 所以可以為所欲為,隨意殺人也無所謂 他的背景就是民初軍閥確據 那時候的情形 劉青雲就是一個保障 維護地方治安保障 他本身也會打的,但又不是很厲害 但是他很正義 彭于硬又是什麼呢? 彭于硬是一個獨行俠式的殺手 即是他去警惡除奸 即是他去警惡除奸 即是合聲式的 他都為錢去捉人,他又不殺人 即是去捉捕一些拘捕犯 即是僱傭兵那類 吳京就是彭于硬的師兄 但是他投靠了古天樂 即是助奏為虐 所以就打了 所以他們都有幾場惡鬥 好了,其實故事也是很簡單的 簡單到我們不用管 就是沒有發展的 他只不過是一個軍閥 他想佔領阿丁方 但是劉青雲做保障 發起村民去保護阿丁方 就這麼簡單 彭于硬就去幫他們 幫他們保護阿丁方 That's all 其實我看這部戲 我想起兩套戲 一套就是黑澤民很出名的 《七立五二》 最近也翻拍了 《七立堂扣治》 也是講同樣的故事 另一套我再想起的就是 《鐸行俠》 《鐸行俠》片集之中 應該是最生氣的一集 最生氣的一集 就叫做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主要是三個男人 一個是好人 一個是壞人 一個是很醜樣的人 這三個男人 這部戲呢 主要是講這三個男人 不經只不過是 是最生氣的那時候 出來和彭于硬對打 他本身在故事之中 沒有什麼作用 他三個人的角色 也是和《鐸行俠》 那一套差不多 所以對我來說 沒什麼大新鮮感 最新鮮的都是古天樂 做一個有神經質的殺人狂 這件事 至於其他的 其他的角色 或者場面 我只是說是一般 基本上 陳穆勝都很拿手 這類的 激烈場面 喜歡沒有打片的 可以看一下 尤其是喜歡彭于硬 這次他又留了鬍鬚 一片落幕的樣子 比起以前 黃飛鴻 那類戲 多了一些滄桑感 還有他跟吴京打的那一段 他在那些 那些走程 即是跌高的走程 上面打 那一段都 即是 即是有些特別 我又不是說他很好 即是有些特別 還有最後來 整個走程都倒了 那個場面都幾陣軟 好 Anyway 就是說 如果大家想 因為沒有打片 現在都很少拍的 還有 這幾個都叫做 即是 當今 即是現在來說 都當紅的 男明星 還有 最大的特色 比我預期中 好 就是他四個角色 都可以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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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說 真的 只是拿來 揹飛 那樣 OK 好了 輪到 Truman說 你今個禮拜 今個禮拜 戰績如何 繼續 看完再一套電影節 的電影 都值得推介一下 因為 是 叫做The Red Turtle 是一套動畫 來的 就是 公其進動畫 再 Cross Over 法國和比利時的一套 動畫製作 你會看到 是一個不錯的Cross Over 因為 在影片裡面 那個 風格 你會看到 真的有歐洲的風味 也有些日本 公其進動畫的 畫風 在裡面 那 整套電影最大的特色 就是沒有對白 所以 你不會聽日文 不會聽中 法文 什麼都不會聽的話 你就這樣看 你都會明白 故事說什麼 當然你要有一個 比較 開放一點的想像力 因為 這套電影 一開始就是 一個男人 流浪在一個 荒島 很想 離開 荒島 捉起了一個 木筏 但是 每次去到海中心 就被 紅海龜 撞爛了 他的木筏 他試了幾次 即是 都失敗了 他就放棄了 即是 他放棄了 怎知道 後來 紅海龜就上岸了 那麼 男主角看到 紅海龜 就 即是 打他 即是 打他 即是 整死了 但是 那條絲 無緣無故 就變成一個女人 即是 在一個殼裡面的 海龜就變成一個女人 跟著 還要出奇地 就跟男主角 就相宿相妻 在一段時間 還生了一個兒子 哈哈 那就是 他們 開始在島上生活 這樣 後來有一次 海嘯 就 經歷了一次海嘯 那 很有趣的地方 都節奏幾明快 因為兒子又變成成年人 後來 那 他們就 想辦法送走了兒子 然後 他們兩夫婦 就在 海島上 沽島上 中路 就完結了 這個故事 挺離奇的 這個故事 我想 是不是抄白蛇轉 是不是 但是 其實近年 即是 中其進退休之前 那些 漫畫都是比較神化 一些 即是 崖上的波儀 不是 它有什麼意思 要細味 其實 有什麼意思 但純粹 我又不想 講電影的含意 我想不同人體也有不同的感受 送走了兒子 那他自己有 即是 他覺得兒子不應該留在荒島 即是 他不想兒子留在荒島 因為他媽媽是一隻熊海龜 熊海龜有什麼特別的含意 沒有什麼特別的含意 其實熊海龜最後陪男人死了之後 熊海龜又變回一隻熊海龜 哦 是的 哈哈哈哈 都不怕劇透 其實 在日本有很多這種傳說 是嗎 所以 你會看到 是很強的 是一個不錯的Corssover 即是 你會看到 人物 就是很 人物的造型 很有歐洲風格 但你會看到 當中 滲透了一些 宮崎駿動畫的風格 所以 不錯的 80分鐘 即是一個半小時都沒有 你看一套小品 這樣 就是 是的 好神怪 好神怪的 哈哈 其實這些是東方哲學 即是那個起點 又等於終點 畫風 畫風漂亮的 而且裡面的光暗位都做得 很好出色的 我覺得 是一套有水準的動畫 但不一定適合個人的口味 如果你看看近年 宮崎駿 退休前的動畫 你應該是不難接受的 應該是 是的 我覺得值得看的 另一套我看了的 就是 深海浩劫 Deep Water Horizon 這套是根據 2010年一個 轉遊站的大爆炸 在墨西哥海岸 一個 一個 不是比較 傳聞說是最大規模的一次大爆炸 那 就 真人真事改編 那 我開頭看 就 怎麼說呢 我也是不想用腦袋去看的 很累的情況 打算看它爆了一段 就算了 是 但是觀眾要留意的一件事 就是你一定要對這個轉遊站的 運作要有一些認識 因為其實 影片的前半部分 很大部分 都是說 就是它是鋪排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發生 那 如果你對轉遊站的運作 是 不認識的話 你會覺得有點悶的 而且你會比較難投入的 那個展開不是很慢嗎 如果你說用了大半導氣來交代這件事 什麼交代 對 就是 又要交代 Mark Warbert 男主角 他去到接班 就是做 我想他們 是在這個 深海裏面去轉遊 所以他們是 take turn 去做的 就是輪班制的 就說 Curt Russell 這個老將 就是一個經驗老到的師傅 和Mark Warbert 這些都是 熟手技工 就去接班 進去後 就發現 裡面有些 叔叔 就開始 就是他 罔顧了那個 遊站的 一些 問題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我都不太明白 其實那個是 什麼問題 總之你會怕 還是有些問題 OK 所以 是去到後半部分 才爆發的 那 就是很壯烈的 爆破場面 還有 整部電影都很烈焰 就是沒有紅唇 那 就 不斷爆破 不斷爆破 這樣 所以 對我來說 只是 不過不失 如果你有興趣 看回 的確是一個 史上最大規模的 就是一個 專油站的大爆炸 有他的觀賞價值 那 他處理那個爆破場面 是很出色 很真實的 那我想問 其實他爆破那一刻 就是 描述他們逃生的時間 是不是 不多的 這個呢 我就有點救病 因為我看回一些 影片的介紹 他是想強調 裡面一個人物 叫做 Mike William 主人之就是一個主角 以及另一個女主角 他怎樣去幫助 同伴逃生 但是我看 又不是很大篇幅 說他們怎樣幫助 他們逃生 主要就是說 Mark Robert 怎樣去救回 Curt Russell 就是很大程度上 不是 不算很驚險 我覺得 因為我在看 我記得上個星期說的時候 我都說 他會不會像海底版的 沖天大貨災一樣 因為以前有兩套經典的災難片 沒有這麼多 我覺得經驗程度是不及 純粹是看場面 因為 又不會有什麼 就是說他怎樣 跳下舊山艇 就開走了 跳海走 那些 嗯 我不知道 我不覺得 那個經驗程度那麼強 嗯 因為 海神號 和沖天大火災 兩套戲 都是大半套戲 說他們怎樣逃生 不是啊 這套 這套我只能夠 三分一 OK 最多給他盡是三分一 還是我覺得前面太過沉長呢 可能有一半 但可能都沒有的 因為我的感覺就是 爆了三分一就完了 這樣 可能因為前半段 鋪得太久 令我覺得 可能有一半 但我可能覺得 最美精彩的部分 只有三分一 不是啊 還有你那些油井 已經沒有多少人 就是你計算了 你當然沒有整隻油船 或者整座大廈 那麼多人 所以你說的 逃生 都比較淡薄一些 會比較淡薄一些 因為真人真事改編 沒有辦法 就是你有沒有看到 那些油這樣 像噴泉一樣噴出來 就是它一個一個步驟 呈現給你看 整個油台怎樣倒閉 怎樣炸出來 我想這套戲有另一個得益 就是你知道 那些油仔怎樣操作 結構啊 就是各方面的知識 所以作為一套災難片 我個人覺得 驚險度 是及不上一些災難片 那麼大的 即是不夠災難 我覺得不夠驚險 不夠驚險 但是場面是足夠 OK 場面是足夠 還有 最後他又加了 給一段 Mark Robert 就是 演技 說他怎樣 死到逃生之後 那種 令我想起 有點像 Tom Hanks之前 Captain Phillips 那樣 即是說他 躲起來 哭 那些 即是讓他演技 那樣 就是這麼多 所以我又不會覺得 你 我又不會特別推薦人去看 但是 對 就是這樣 就是一套 不過不失的災難片 我覺得 OK 另外看了的就是 從你的全世界老哥 張一白的一套愛情電影 那 那 主要就是 其實他有很多演員 他有七至八個角色 是比較重的角色 主要是鄧超 從你的全世界老哥 其實是一本 唱小小說改編的電影 那 從你的全世界老哥 其實也是一個電台節目的名字 來的 那就是 一對 就是一對 戀人 就加入了電台 就做了一個 從你的全世界老哥 收聽率很高 後來這個女主持 就是 就頂不住了 鄧超 就是 就是 太過吊兒郎當 就是 太過吊兒郎當 就是在一個節目 就跟他分了手 就是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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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 那 就是 說鄧超 之後 就很頂 他人 就覺得 比以前更加嚴重 更加吊兒郎當 更加 頂肺 但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電台又繼續保持他 他收聽率是最全台最低的 由最高變最低 但是 有一個傾慕者 另一個女主角 就加入了電台 就跟著鄧超 就 但是那個女主角 就比較說話 就比較出位 初出茅廬 就令到收聽率又飆升 那 就是 加入了他的節目 加入了從你的全世界路過 那 同時鄧超也有兩個朋友 就說一段 就是兩個朋友 他們有兩段的愛情故事 那 你會看到整套電影拍得很漂亮 他是扔本的 因為你會看到很多是用吊機拍的鏡頭 就是 他很多是 Rideshot 就是 經常出現 就是 從一個近鏡拉拉到很闊的那些 那 你會看到其實在設計上面 就是 你說是一套小品 但是其實也是一套 扔本的小品 那 美術做得很漂亮 那 人物又做得出色 那 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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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以往 一百的小品 就是 一百都是拍一些奇情小品 是出名的 那 那這套就真的比較大路一點 就是 但是就看到是扔本一點 那 那就 那 就 就 那 那 有些故事 就是 比如有些 有些橋段 你都算是這樣的 就是 遇到他有一些善情位 那 有善情有浪漫 有圓 那 那 是一套 會令人享受的商業電影 我覺得 我記得 看 Trayer 那時候 那些 color tone 做得很漂亮 但劇情懷是會令人看得很享受的 而且始終是一套小說改編的電影 所以你會看到對白是有心思 我不知道是因為電影編劇的功勞 還是因為出得小說 其實裡面說的話都應該是有些數準的 不是亂說話的 如果你這樣說應該是改編的那位人兄改編得好 因為你可以把重點改成爛了 我想說因為裡面有些對白是小聰明的 可能是因為原作者本身的文筆比較浪漫 而且改編的能捉到重點 我想是吧 所以是一套讓人看完之後很享受的 你這樣說令到我也有點興趣去看 是啊 因為是說電台的 那不是因為說電台 因為其實我看的畫面 那些顏色和鏡頭拍出來的各樣東西 我都覺得他做得很漂亮 劇情是老土 但他都會在老土裡找到點子 你不要預期出人意表的東西 但一般結局為何那個女生來自哪裡呢 很多東西都會在臨尾交代 這些其實都不是一些新的東西 但他又令電影很圓滿 我欣賞他的就是他有三條線 但你會看到他主線和副線是很分明的 不會令人看得亂 他有三條線 鄧超那條線是最強的 即是主線 另外加上楊子和白白河 就是第一條副線 另外還有一個叫豬頭 先演豬頭的肥肥的男生 又有一條線 那條線明顯是比重沒有第一條線那麼強 所以我覺得他的主線都算分明 主線和副線都算分明 所以你會令人看得很舒服 沒有失望的 可以推薦給大家看的 還在上的 我覺得近年 譬如七月圓安生和這套 和你全世界路過 看完都OK 兩套我都推薦的 大家可以去 入戲院看或者留待 有影碟出的時候 可以特別留意一下這兩套電影 OK 好了 那先數了榜 回來拍拖有正話說 本周北美飄防十大 今期的北美十大飄防走勢 肥龍馬上跟大家看看情況 有兩套新上映的電影進入十大位置 今星期排在第十位 有上映兩個星期的The Birth of a Nation 上星期排第六 今星大跌四級 收到275萬票房 總成績暫時有1228萬 第九位 有上映六個星期的薩利機長Zuli 上星期排第八 今星下跌一級 收到288萬 總成績是1億1829萬 第八位 有上映兩個星期的Middle School The Worst Years of My Life 上星期排第七 今星下跌一級 收到435萬票房 總成績1386萬 第七位 找來上映四個星期的 七合檔扣字 The Magnificent Seven 上星期排第四 今星下跌三級 收到524萬 總成績是8486萬 第六位方面 有上映四個星期的動畫電影Storks 上星期排第五 今星下跌一級 收到569萬 總成績有5923萬 第五位方面 有上映三個星期 聰聞都看了這套Deepwater Horizon 上星期的貴軍電影今星下跌兩級 收到641萬票房 總成績有4939萬 今星期排在耿頸四個位置 找來上映三個星期的 Miss Pagrant's Home for Persilia Children 上星期她是亞軍 今星下跌兩級 收到896萬票房 總成績6589萬 進入三格位置 兩套新上映電影都未出現 今星期的貴軍電影 就是新上映的這套 Catherine Hart What Now 一上映收到1177萬票房 今星期亞軍電影就是 上映兩個星期的The Girl on the Train 上星期的冠軍今星期要下跌一級 今星期收到1225萬 總成績4683萬 至於冠軍就是 上星期新上映的這套 The Accountant 一上映成為冠軍電影 收到2471萬票房 講完十大票房 稍後回來 Part 2 準備廁止 我怕你流鼻血 待會再談吧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喂!有油站啊! 為甚麼不進油啊? 油燈已經開啟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進的 蛤?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一點 才知道啊你是 去1clickradio的網站就知道 就是這麼容易啦 www.1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入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裡面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最upd 最底的油價 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啦 檢查完油價 順便聽到1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1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歡迎各下來臨10號茶餐廳 你好 請問想點甚麼菜呢? 我們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適應服務 在這裏找不到 這裏裝修好漂亮喔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環境 在這裏都找不到 嘩 焗豬扒飯 肉醬意粉 風沙雞翼 真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裏更加找不到 什麼都沒有的 這間什麼茶餐廳來的 是10號茶餐廳啊小姐 那這裏究竟有些甚麼的 問得好 這裏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和我Akiko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市 還有最新潮流催世 科技新資 和很多生活實用小貼士 總之信息一羅羅 保證你滿了而歸啦 這麼正的茶餐廳 在哪裏啊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就可以收聽到 肥龍 Akiko 10號茶餐廳 一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 Truman 和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戲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電影大白科 電影大百科,肥龍剛才說有好東西是嗎? 看你用什麼心態,我們都說了好東西 我們要不要發出警告,18歲以後不要聽 沒所謂的,我們不是推介給大家看 我們只是討論,始終這是一條支線 電影的種類,除了武俠動作、鬼片 還有我們會說厭情片 其實厭情片在電影工業裏面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朋友 當年賣座有拳頭,要不就頭 因為電影是一個商業活動 除了沒有打片,或是主流的商業片 煎蓋,想賺錢就拍厭情片 但有些分別,因為厭情片和純粹的鹹片有些不同 大家不要誤會 其實這個是你自己分的 那又不是的 有些不同的 有些真的是鹹的 有些是沒有什麼劇情,就這樣為鹹色而鹹色 我都說,這個名稱不同 你比較文藝,你稱它為厭情片 但一個統稱就是鹹片 不是呀,這叫色情片或者情色 後期就是情色 究竟是怎樣分呢,你自己去定奪 或者我說說以前的情況 以前是沒有電影三級制 電影三級制應該是九八幾年才開始 即是比較後期的 所以早期那些是沒有分級數的 沒有分級數的意思就是 其實你什麼年齡都可以進去看 但當年我們小時候 第一就是不敢進去看 只是怕被大人看到 甚至被老師看到就糟糕了 所以就不敢進去看 老師怎麼會看到呢? 老師自己看而已 不是,他會看他的事 但是他可以罰你 老師看有壓力 他可以罰你 老師看有壓力 不是,老師可以拿藉口 我去罰你而已 就是啦 就是啦 看看有誰在裡面 好啦,我們小時候 其實這類的戲 主要是來自西方 即是港產片 不知道有沒有 至到第一套 真是第一套 我們直覺上覺得的厭情片 就是南永文他們做的 七禽七仲七色狼 因為你聽我的名字 都知道是厭情片 也算是 但是沒有東西看 就是迪娜 迪娜 有沒有東西看都要進去看 是嗎? 這個革晨上屎怪怪 哈哈哈哈 迪娜就是當年最吸引的肉蛋 哈哈 很久沒聽過肉蛋 現在可能叫做要聲 迪娜也是一個奇女子 主要的經歷就不說了 當年以她做壞點 很多戲 當然迪娜當年她沒有腦 只不過是欲她還形 當年其實泳衣或內衣已經很轟動了 七禽七仲七色狼 後來黃禎也翻拍了 但是轟動程度比以前那裏大為信息 好 後來後來到邵氏時代 邵氏時代 第一個以畫面的情色為吸引的就是何凡 何凡導演 何凡應該是前半年才小 她是一個攝影家來的 她是全世界的攝影十結之一來的 她的相片其實很有藝術性 但是她在邵氏時代 後來她做演員 她在《西右記》裏面扮唐曾 孫悟空就是岳華 唐曾去了拍嚴情片 後來她收成正果 就是拍嚴情片 她出名的嚴情片 我記得是山坂和丹麥女郎 她不是拍了很多套 只是拍了幾套 我記得那個女主角叫丹娜 丹麥女郎是很野性的 長頭髮 《丹麥女郎》 我後來在《邵氏復刻》的電影 我都看過 因為慕名去看一下 因為都要看一下當年《邵氏》 其實其中一個主流電影 都是厭情片 當然 其實也沒有什麼暴露鏡頭 有 丹麥女郎 即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暴露鏡頭 一兩個 你還有什麼特別的 都露了全上 是嗎 三點盡了 沒有三點 沒有三點 但也算是裸露 令到一個 在驗情片裏面大放光芒的就是呂琪 呂琪大家比較熟悉 呂琪 我開始不敢相信是同一個女郎 是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 因為呂琪在演員時代 她很純情 專門演文藝片 但是她做了導演之後 她受了什麼刺激 她受了什麼刺激 主要是在邵氏 在邵氏再拍文藝片 那時候已經屬於 不是最高峰期的 你入了少時 你要做自己的一套 又要為她賺錢 例如我拍這些 呂琪的厭情片 很多很多 大家上網都可以看到 我記得第一套 第一套 呂琪星三點盡路的戲 好像叫做水為財 也是呂琪的 第一個路三點的明星 叫做陳維英 陳維英 都聽過 所以當時她被封為一個 有一個出號 叫做毛后 因為她是第一個 老毛的女星 OK 資料就是這樣 至於後期的 後期的 沒有關心 哈哈哈哈 其實當年除了 你剛才看過 何凡和呂琪之外 其實都有不少 厭情片的 不同的風格 譬如唐朝豪放女 都捧到有夏文夕 還有愛勞 這一類其實 都是一種厭情片 如果你這樣說 李漢祥的風月片 是李漢祥的風月片 都是描寫那方面的東西 金平梅 各樣東西 都有描述的 但是 你看到當時 就算是李小龍 他也有裸裏出現的 你看看唐山大興 唐山大興也有 唐山大興 還有馬龍國剛也有的 其實 他們被嚇到 馬上走了 也有的 好像是離不開拳頭 雖然以拳頭為主 都會滲透一些枕頭的情況 當然最 最紅的 炎女郎就是丁沛 丁沛 李小龍死都 和他扯上關係 那少欣欣年代呢 少欣欣其實不是很紅 不是少欣也是脫星 但是他不是很紅 不是屬於很紅的那類 當年比較紅的是陳平 陳平那些是可以獨當一面的 在厭情片裏面是獨當一面的 不是他很多戲是他擔光演出 都是厭情片 都是他做女主角 都是厭情片 就是他可以做女主角 他是可以做女主角的 但少欣欣那些不可以做女主角 少欣欣通常是扔著一兩個 現在也是這樣 現在他主要做配角 不過我比較熟悉的厭星 都離不開葉子媚 葉玉興 這個是去到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其實中間 其實他們一脫 即是一輩的女星之後 都沉寂了一段時間 香港的厭情片 不過我們不要說後期 首先先說回當年跟葉子媚同屆 其實有葉子媚 葉玉興 李麗珍 很多阿姐都脫過的 翁雄 翁雄 翁雄不是脫過的 還有柚穴清 柚穴清也沒有脫 柚穴清有啊 不是他用另一個方法 射濕水 不是喔 我覺得柚穴清有脫過的 不是直接暴露的 有有直接暴露的 我只記得當時有個話題人物 就叫李華穴 喔 他是因為他 因為他年紀大 但是他說他拍都是李珍的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龔雪花 龔雪花又脫嗎 龔雪花沒有脫過 其實是沒有露過的 不是他叫暴而不露 是暴而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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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彼豪那些 他都沒有什麼 是啊 他是唯一一個 他是藏氣 但是沒有露 最大膽的鏡頭是被 被 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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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胸 OK 但是 另一位李麗珍 他就開創了 一個玉女 拿路的鮮河 之後有很多 本來走玉女路線的 都報他後塵 但李麗珍本身是一個經典 李麗珍本身是一個 票房的保證 我都很喜歡看他 他 我喜歡看他其他電影 不是看他的電影 他自己本身也有演技 因為他都拿過影后 還有他本身的樣子 什麼都很吸引性 由富貴逼人開始 李麗珍未脫之前 其實都已經有一定的名氣 富貴逼人 不是開心鬼系列 開心鬼跟著富貴逼人 是的 其實他本身是一個青衣偶像 所以當時他去拍這類電影 都引起了 空洞 但拍拍下 人們就已經不覺得 是什麼一回事了 他不是拍得多的 好像拍了兩三套 三套至四套 最出名就是蜜桃成熟時 最出名 最為別人認識 其實另一個比較傳奇的女星就是舒淇 舒淇是台灣來的 她在台灣 其實在台灣已經拍了幾本寫真 是三點盡路 來到這裡 他竟然轉為文藝 不是文藝 演技派女星 他也拍了兩三套 拿路 是的 他也拍了玉寶團 不是不是不是 寮齋 是吧 玉寶團 第二集 總之就是那個女 總之就是那個女 然後又拍過 是的 他也脫過一段時間 他也脫過一段時間 但是Loway又轉為喜劇 轉為愛情劇 其實他轉型那套也有趣 就是那套叫色情男女 他在裡面也是飾演一個三級片的女星 名正言順有裸露 但觀眾開始留意到他可以拍劇情片有演技 之後他就再沒有拍過 你覺不覺得他是不是真的有演技 我經常想去想這個問題 究竟他在色情男女 某程度上是否做回自己 做一個傻奸奸的色情片 我說舒奇 當然我們看過他不少的戲 但是很多是不同類型的戲 但我只是覺得他在千禧萬波那裡 真的覺得他真的是一個演員 你覺得他成物妖不行嗎 他碰到角優那裡 都不輸蝕 不是說他輸不輸蝕 不是說那個角色是特定是他 其他人都可以做 其實他中間 他由脫星到拍劇情 中間他拍了很多喜劇 不是他專門拍喜劇 他拍喜劇 但我又覺得 就算那些不是喜劇 他的演出都因為他的口音 都令到角色很有喜感 譬如《古惑仔》系列 後來《細細粒》 就是《黎芝》之後 他接手了 他做另一個角色 但是 他說的那些都是有些口音的 那 他是一個icon來的 對 那就拍喜劇 後來就 我覺得他年紀大了 他開始拍 其實他也拍過一段動作片 他什麼都拍過 他什麼都拍過 但他現在主要集中拍愛情片 但我又覺得他OK 譬如我最近看到他那部 《聖者為王》 他專門搞子弟戀 他某一些場面 他都做到欺負好處 我覺得 我覺得 他那種 他是能夠發揮的 我覺得 Anyway 他是一個比較成功 轉型成功的 三級嚴勝 演員 至於李麗珍 其實他 直到後期 入了屋 他拍完一輪三角片 所謂《松涼》之後 他都拍了不少無線劇集 入了屋 然後他再出來拍電影 他才洗底 那另一位不可不提的 就是葉玉卿 我覺得 玉卿 玉卿 為什麼是傳奇呢 你覺得 突然間彈出來 然後 由拍三級片開始 就跳過去唱歌 唱一唱一唱 就加入豪門 他就加入TVB 入了一輪 但很短時間 他本身也是豪門 其實他主要是 因為他的老闆是非徒的老闆 所以 一開始他就拍MTV 後來自己也出唱片 到了後期 他覺得天生麗真是難自棄 所以展示自己的身體 給觀眾看 但是 我覺得 葉玉卿 他外形本身也有吸引 但是 其他東西 你覺得他唱歌還是怎樣 一般 他也是吃著形象 對 唱那類歌 不是 他第一次出的 就當不著風情 馬上拍一部電影 來遷就 但是葉玉卿 他聰明的地方 就是 他借三級片 來提供他的知名度 之後 他真的很成功轉型 後來他也拍了一些劇情片 就是我覺得 為數不多 為數不多 但是 他拍的 他真的拍過那些 比如傻大姐的電影 他也有拍 他真的 真的 他也有些喜感 我覺得他是很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感覺 他是純粹 因為你在阿士 真的沒什麼人認識他 其實我想 他最主要優越的地方 就是他不用為生活 來工作 因為他本身 本身都是有家底的 所以他可以選擇來做 還有可以 不用太濫做 更加不用說 為了脫而脫 就是這樣的事情 不過你說開那一期的女星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 陳寶蓮 陳寶蓮也是另一個經典 但是他拍了好幾套之後 就跳樓自盡 陳寶蓮最差的地方 我覺得是太高大了 是不是 其實他的樣子 身材都很好 我反而沒什麼看陳寶蓮 但太高大了 你很難找人去搭他 我說另一個也是姓陳的 叫陳雅倫 陳雅倫也是暴而不怒的 不是 他有哪套怒的 危情 藍洋屬大邪術 對 他有怒的 和誰 黃敏德 但他就不是 真的拍了好多 幾套 兩三幾套 他不是主要銷售這些 他銷售一些風情 不是 有一套是說 他是一個變態的 殺人的 男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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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年 傳他有裸露 但是沒有 國旗 國旗的戲 全部都變態 那為什麼還要提一個 一個非常之重要 精女郎 邱淑貞 邱淑貞 真是暴而不怒 是慈禧 不暴不怒 不是暴而不怒 暴也沒有暴 有暴 最多泳衣 不是 你看 你看那套 什麼 赤裸高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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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暴 但沒有暴 OK 就是有暴的 都 他是怎樣都不暴 強姦裡面 他都沒有暴 另外 他在慈禧也有很激 但是也是沒有暴 都沒有暴 我又覺得 同樣是葉子媚和邱淑貞 邱淑貞真的吸引很多 當然 葉子媚的那種誇張 其實 葉子媚純粹是身材夠誇 對 但是如果你說 樣貌我 我拜優淑貞多些 有人程度是優淑貞 但是葉子媚是經典來的 他創了波霸這個名字 叫誇 就是這個經典 你現在喝的全部都叫波霸 另一位就是鍾淑貞 我又覺得很奇怪 鍾淑貞 鍾淑貞 鍾淑貞是香港小姐 香港小姐嗎 但是沒有拿獎 他在無線也是紅的 他多年的戲都是用香港小姐 但全部戲都不太紅 他跟瓦淑貞一樣 都是在無線紅不起的 然後就出來拍了一些 類似《滅門慘案》那些 那些 泵著王家驅 還有他現在的丈夫 吳代勇 就拍了一系列三輯 一系列三套 都是片種一樣的 所謂劇情片 但是賣店也是有暴露 他也算是一個三級片的女性 以《奇案》片來講 你剛才提過李華月 但我覺得他的經典程度 一定不上鍾淑貞 鍾淑貞很多 三套 但始終都是紅不起 主要就是那個樣子 但我覺得電影是收得的 對 但你不會想起鍾淑貞這個人 好 你們說這麼多女性 我想說說男性 通常這些戲的男性 就是背歌 徐錦江 徐錦江 我近來看他的新聞 就覺得這個人 真的太傳奇 傳奇就是藝術家 對 他一開始來香港拍戲 就拍警匪片 做賊頭 其實他是投考過TVB 是完訓練班 他又拍過一些武俠片 都是做賊的 後來鏡頭一轉 就去拍色情片 拍一大集 全部都是他擔光致遠的 無論是鳥渣也好 肉毛團也好 被封為三級片王 誰不知近年回大陸 回大陸搞藝術 搞藝術 又搞得頭頭自到 如果你說的男性 也不能不提 有兩位無線出身的 現在又成功轉型的 斯拉殺手 淘大宇和吳啟華 其實他們入了電影圈 都是避不開去拍三級片 但不是很多 多的 多嗎 淘大宇和吳啟華 以他本身摺戲都不多 的比例來說算多 差不多摺拍都是那類的 另外三級片 曹茶里 曹茶里 曹茶里不是主角 還有主角 到後期有些 很多都有他的份 他真的演活一個賤男 賤啊 他樣子就是賤 而不是淫 淫還不淫 其實任達華都接很多三級片 任達華都接不同 任達華都是武藍的 不是 他有變態 他有變態 和翁豪那一套 不是 我想提一個 提一個 現在還是活躍 古靠中的電視 以前他是打Bang 叫做蟬仁林文 殷仁林文 也好 很多 他做過西門慶 做出奇友 所以 所以我看電視 都接受不了他 不是吧 接受到當年你是真的 不同 那怎麽不同呢 你是真的從小看到他大嘛 那你能不能相信陶大宇呢 陶大宇我本身對他都沒什麽興趣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三級女星叫顏千文 有 但我不知道他不如來 其實他有拍過很多三級片 他第一部是發電潮叫 和王書琪那一部 黃書琪又是另一個 由同星慢慢去看 黃書琪不是發太多 黃書琪有很多 有段時間真的拍很多 多過陶大宇和啟華 所以你數他兩個 黃書琪反而更多 竟然沒有提到 你又記得了 因為我看到這套真是很搞笑的 黃書琪是說句不舉的 其實我們講來講是演員 講一些戲 好,異戲論戲 異戲論戲 你覺得有什麽 但我又覺得其實 沒有什麽劇情可言 除了你說是 除了肉蒲團 其實他拍來拍去 就是翻拍翻拍 但肉蒲團 其實我的故事講什麼 我都不太清楚 肉蒲團 我是看過原著 你看過原著嗎? 不過是很久以前 年輕的時候 當然是看禁書 其實所有這類戲 都是考納明目 讓女星落路 但肉蒲團 他擺明是一套 厭情的著作 你聽過名字都厭 他真的講吳啟華 當年我講第一代 就是我看的 早期的肉蒲團 他真的講吳啟華 做一個性沉溺的書生 他的獵驗的過程 我覺得我接受的 因為那本 他只是講那些東西 那樣東西發揚剛大 他真的有幾個故事 當年葉子未族 竟然是做一個很嚴熟的妻子 但是吳啟華 就不滿足 就走到周圍獵驗 希望自己的羊具 能夠放大 就找他奇衣 就把他換了一個馬的羊具 給他 他就這樣 是有點離奇的 但是 我又覺得 如果你以一個故事性來講 是OK的 比起其他考納明目的時裝 或者古裝的三級片 我覺得肉袍團 算是一個有故事性的故事 如果你撇開畫面來講 我自己最喜歡看的 這類的現成片 就是李岸牆那一套 金瓶相驗 就是楊群 楊群和天梨 天梨 不是天梨 楊群也是做西門慶的 是的 是的 在李岸牆的鏡頭下 他有另一番風味 始終他是保持古典式的文學 的氣味 例如道具和服裝 也有考究的 不是純粹在畫面上 當然 我們不可以期望 天梨有什麼畫面給你看 天梨那些通常都是替身 風情 天梨賣的風情 好像胡錦 但他不會真的脫 當然不會 天梨當時是一個驗聲 但他所有裸露鏡頭都是替身 應該是 如果以氣論氣 我就會選擇李岸牆 那個時期 主要是後期的 玉蠔團 玉女心經 那些很大程度 只是集中畫面 甚至乎 沒有本地的明星 肯脫去找日本的AV 女性 因為厭情片在香港 真的沉寂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後期 就開始去找日本AV女性來拍 真的更加盡 那些當然更加盡 甚至還用3D 3D玉蠔團 拿來做Gaming 可想而知 你不可以在故事 或其他方面來斟酌 曾經有一段時間 3D玉蠔團 幾乎 香港人都怕 幾乎拿了那一年的最賣座電影 因為是劍命 後來殺出了一套才叫救回 如果不是 那一年最賣座是3D玉蠔團 因為主要是強國人 大陸和組團來看 但我要回去靠哪一年 那一年後來不知靠哪一套戲 無監督 應該不是 之後的 是之後的 無監督之後的 無監督那時候還未流行3D 對 不知靠哪一套戲才打破他的紀錄 如果不是那一年 就真的最賣座是他的 差點香港影迷全都變了人 但那一套3D玉蠔團之後 蕭定一之後 就一直一直爬下去了 直到一路向西 他簡直是說網絡小說 北上尋寬 有些比較輕色情的戲 例如《晚南滾死隊》 那些是性喜劇 未退到飾 等於飛虎出征 一路向西 都不算是喜劇 不過我覺得 在這個過程中 值得一提的是 就是《香蕭成熟時》 這套也算是一套 挺經典的 清春劇 但他也是講性的 他又不是用低俗的方法 來講性、淫 他用一些比較野少 比較黑色幽默的方法 青春劇完成熟期 就是必堅的階段 另一套不得不提的 就是《晚九招5》 這套是我的 我最喜歡的 那會不會影響到你 都喜歡《喜愛野袍》 他《喜愛野袍》 用《晚九招5》做招來 其實我很不滿 因為《喜愛野袍》 《喜愛野袍》 但《晚九招5》是有內涵 他真是說當年一班Yuppies的夜生活 你看到他裡面有 他有警示的內容 我覺得 他有些意思 但是錢國偉那些是賣弄身材 沒有東西看 但總是賣弄身材 算了吧 沒有是喜愛野袍 又想出去袍又不敢出去袍 那些人 其實那些人都不是出去袍的 不過如果說到厭情片 我會提一套 這套不是特別出名 叫《獸勝新人類》 這套嗎 為什麼我會提呢 因為這套是我沒想過 那個男主角 你知道誰嗎 那是劉偉強弟 不是 獸勝新人類 叫梁卓滿 那個是我中學的同學 不是劉偉強弟嗎 不是 你肯定嗎 姓梁 姓梁 可能是同母義父 他是梁佩湖的弟弟 不是吧 是 他叫梁卓滿 因為他讀中學的時候 是同班同學 他其實拍了很多三級片 而這套《獸勝新人類》 我看到這套《獸勝新人類》 是我看到他擔正的 我看到梁卓滿 這個小孩搞什麼 我走去看 他擔正 我拍了三級片 所以我從這套開始 我認識有一個 叫顏千文的三級女星 顏千文拍到《獸勝新人類》之前 他已經拍過幾套 看完《獸勝新人類》之後 看到《發電超嬌蛙》 我又有按進去看 所以這套是我反而印象很深的 梁卓滿也算是近年三級片的一個 icon 近年我也不敢說 我應該會說 他是九十年代到大概二千年左右 因為他現在的戲路 因為我有他Facebook 一直追蹤著 他都是進了內地去拍一些 江湖片比較多 但就不是說 在一線戲院會上的 他都是在網絡電影 或者在大陸的院線上 那他的樣子 梁卓滿的樣子 真的是做古惑仔 他最Hit 都是古惑仔 做肥絲這個角色 他也是靠著肥絲這個角色 在大陸現在開很多show 是嗎? 在Pub那裡開很多show 肥絲OK 是啊 那就是 我會覺得 他會擔正 我就有點 爛爛的頭 不過 結果看完那部戲 我又明白為什麼會選他來擔正 這部戲 因為角色的設定 跟他的樣子 很配合 OK 哈哈 所以順帶一提 其實很多都拍三級片 我覺得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 其實看色情男女 你會看到很多拍色情電影 因為他裡面 其實耳東星說了一件事 就是 你拍開 就算你是拍一套色情片 你都要去 運用鏡頭啊 裏面的角色都是說他如何去研究 如何拍得好 我覺得 厭情片當中 有很多都是有 我不敢說藝術價值 但是 是有心機拍的 有些是操制濫造 是刮賣 賣狗肉的 亦都有些有心機拍的 其實有心機拍的那些 他有些劇情其實挺好的 譬如視覺提到李漢祥 那些是有心機拍的 是認真製作的 我想有時候要分兩方面看 第一就是說 雖然說某些戲有暴露鏡頭 但是那些暴露鏡頭 在戲本身佔的作用是多少 或者是他有沒有誇張了 或者只是強調 最出名的一套就是《色界》 大家都知道《色界》裡面 有幾場戲都是 埋身肉搏 埋身肉搏 和很徹底 但是沒有人都視《色界》為一套色情片 雖然他也是三級 人們覺得是一套色情電影 是嗎 是嗎 只是人們接納了 看《色情電影》 我認為是 現代不同了 但是他真的有需要 說到女主角和男主角之間的角力 也沒有無損李安威名 所以你拍了色情電影 就當你是色情導演 所以要看你 你用低俗的手拍還是爆妝 所以我覺得色情元素 你可以忠誠去看一套電影裡的色情元素 其實是一場的 但是他的故事是有起承轉接的 所以是有色情元素 但是你作為一套電影的發行商 你要找賣點的話 也無可口非的 所以我覺得 很多時候你挑選這些戲來看 你會看導演 例如《優麗圖》 你說人用叉燒包是有裸露的 但是你知道《優麗圖》是拍什麼戲的 甚至黃禎 你也知道黃禎是拍什麼戲的 你突然帶了一個你不知名的導演 拍這些東西出來 你就知道其實是什麼 我覺得很多時候是看導演 所以我一開始講今集 我都會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你如何分析一個鹹片和色情片 我會看純粹一套鹹片 就是它是用一些東西串連起一堆色情鏡頭 但是如果你說這個厭情片 就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但是它中間是有幾場的 一些造愛或者拿路的鏡頭的片段 那些我會定性為厭情片多一點 就是有劇情的 那些我反而定性是真的鹹片中的鹹片 那無論如何 這個無論如何去Define 是厭情啊 情色啊 還是色情啊 還是性喜劇 還是性... 那你... 都是一個無法反應 都是在香港或者世界各地電影 裡面一個很...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你看法國其實 法國電影都很多的 是不可說它是不可說它是不可說的 是他們對性的看法是另一套的 對啦 所以... 那... 無論如何我們都遇上了這個主題 但只是講香港而已 我們這集 希望下一次有機會再跟大家再講一些... 一些... 其實... 其實可以多講一些不同的題材的電影 對啦 OK 那今集先講到這裡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喂!來! 喝杯了! 耶!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是酒後駕駛 你不僅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一clickradio帶給大家的訊息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So Easy